申请不到死亡理赔 家属直接扛遗体现场证明 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秘诀 不是用冷冰冰的现金 而是用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这大概就是死者 Cespiso Michelley家人的想法 他们把数数僵硬的尸体 拖到位于南非的 Old Mutual保险公司 要证明他真的过世了 因为保险公司扣着他们 应得的理赔金不给他们 根据当地新闻News24报道 住在跨足纳塔尔省的这家人 使出既强烈又对死者 非常不尽的手段 要拿到他们的理赔金 金额是三万南非兰特 换算台币六万一千七百元左右 这位Michelle叔叔 是在11月7日过世的 根据News24台报道 他爱痛的家人 就是在他过世后的四天 11月11日 先是去了位于史坦哲镇的 Old Mutual办公室 要求拿到他的死亡理赔金 不过他们却被回绝了 今天不行 你们需要递出申请文件后 至少再等48小时 不知道要再等三小时 但是这家人告诉News24 三小时也太久了 所以这家人就做了疯狂一族 才会做的事 他们开车到太平间 不知道怎么说服葬营社的 他们把叔叔的尸体 运到尸中心 不意外的 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终于让理赔盖棺论定 可以理解一定被搞得很害怕的 Old Mutual人工 立刻支付赔偿金 不过他们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快把尸体移走 影片中的一名女子 Tomboho Malango 告诉News24台 我们想 如果我们申请文件 给的证据还不够的话 或许尸体能让他们清楚点 嗯 还真的管用呢 Old Mutual是一间泛非保险公司 之前原本没有做出官方回应 不过直到周二影片爆红 他们发现让公司看起来很糟糕 才写了短短的推特回应说 发生在这间分公司的事件 是单一事件 不过人令人遗憾 真丢脸啊 Old Mutual真丢脸 继续